老师 那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一直找你麻烦吗 因为我已经喜欢找你了 你没带过恋爱吧 起立 我是你们这学习 新来的国文老师 我叫陈梦云 西部老师 霸凌同学 张一小一直都是这样吗 我是你下一个出气目标 陈老师 来吧 让我来 拐胎们 若非看没有 该怎么办 先让那个人以为你没发现 然后再来个出气不意 那今天早上张一小 开启你被禁锢的灵魂 我爱你 张一小都敢公开亲你 睡一下会怎样 等一下 等一下 她几岁啊 会不会真的犯法 然后你每天放学以后 帮我上第九节课 陈老师 不知道你今天放学有没有空 请你吃个饭 吃饭吧 十一朵蓝色玫瑰花的花语 我觉得蛮适合的 你在这里干嘛 谢谢 来 谢谢 像你这样多好 一个人自由自在的 想跟谁谈恋爱 就跟谁谈恋爱 方三 上一百酒 给你说一个好消息 我 满十八岁了 请问我做错什么吗 你没资格叫我儿子 你让我怎么样 谁 我跟你说 你们之间不可能 我怕上一个好诗 什么诗 你不要管啊 没事了 是吧 为了他 不管我们去冲啊 要这么健身外有就对了 好 谢谢 老师学生放学之后 私底下 暗读辅导 就学校来说 不太懂的 我爸要你管我自己 好不好 你可以不要管我吗 你是我儿子耶 我对你是有责任的 陈老师 陈老师掉去其他班级了 那些课你找的 这次证据都在这里 你们怎么说 老婆啊 你做得太过分了吧 没有人可以破坏我们墨子的感情 除了你自己 我喜欢跟你待在一起 我喜欢跟你上第九节课 我喜欢跟你出去玩 陈老师都几岁人了 难道他会一直 等到你大学毕业吗 但我觉得 他跟李主任还比较适合 是不是我自己后悔了 我不想浪费时间在你的身上 我可以等 等你有一天不好当初的女朋友 一天多久我都可以等 生了你又不好开开 第九节课 在西点教室等你 我今天不在 张一翔 你要不要开始玩自习了 好吧 每周日晚间十点 TBBS42台第九节课 我会让你打开 我会让你打开